美股今晚修饰又逢中秋廉价的前夕 台股今天呈现了亮缩 美元指数标破了110元的大关 台币持续的贬值对全只股非常的不利 不过今天的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广达都在平盘之上 全只股反而低档有支撑吗 今天的中小型股回档 贵买指数压回 我们要小心内资在节前赚红包吗 以及BTC今天登场生技股升龙火虎 有如搭上了喷射机 生技股轮掌之下哪些题材持续点火 订阅频道找到你适合的策略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小铃铛 股舌炒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别忘了今天是美股的修饰 台股今天呈现的是亮素 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陈柏鸿分析师老师好 Coco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美股修饰 那美股已经是连六天都是收黑的 那台股今天看起来 只有小跌一点点还算不错吧 还算不错 那个上礼拜各位如果有特别注意到的话 这个财政部有开一个 类似国安基金的一个记者会 是的 那待会我们会有字卡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今天大盘其实小跌过程里面 其实大家都在观望 为什么美股跌很久了 台股其实也跌很久了 所以短线上大家认为这短线应该跌够了 所以今天在美股修饰的过程里面呢 买盘消失 那卖压也没有特别重 所以呢今天基本上呈现一个持稳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持稳其实各位如果注意到盘面的话 最重要的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是的 这两档股票呢是让大盘今天稳住的重点 但是今天多头有没有熄火 其实没有 看起来没有 为什么 升级股活蹦乱跳 是的 好 升级股在电子股休息的过程里面呢 哇涨停涨停大涨大涨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的 这个整个盘势啊 还是以偏多的角度去思考 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电子股有杂音 台股会以盘待跌吗 还有要小心哦 因为投信已经连续52天买超台股了 有哪一些已经是投信的变新股票呢 接一并告诉大家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股走势 不为美股连6跌 台股今天是开高之后 一路在平盘附近震荡 早盘是一度的上涨80点 来到了14753点 台积电今天撑盘的要角 而IC设计族群呢 今天是比较弱势的 只有龙头的联发科一支独秀 而平盖股呢 是涨跌互建 像是呢 微端大涨超过9% 合作友达光宝科还有华通 是上涨呢大概是2-4% 盘面的焦点是在网通族群 光通讯电动车概念股 还有一些生计医疗 其中的生计股是受惠于行政院 BTC大会的登场 像是呢明达一啊 唐莲热印季生 还有北极星药业KY等多档 个股是亮灯涨停 今天中场呢 是小跌11点 收在14661点 跌幅为0.08% 成交量为1881亿元 贵买的部分呢 跌幅为1.5% 成交量为661亿 而三大法人呢 今天外资是持续的卖超台股 今天是小卖30亿 投信是连52天买超 今天是小卖3亿 总合计是卖超45亿 老师这边呢 又来问您咯 好 美股呢是连6跌 但是呢台股看起来是可圈可点 但是趋势是比较偏弱的 其实大环境整体来看是不利多头 那台股到底有没有机会以盘代跌 那如果要止跌这个迹象呢 是要怎么看呢 好 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次 国安基金在7月12号 各位看到图中的一个13928的 那一天晚上7点我还记得 宣布这个进场护盘 那这一天可以算是这个波段的一个 相当具指标性的低点 是的 那另外各位看到在8月中8月4号 那个小T字线那个就是对岸8月4号 在台湾周围做军演的第一天 出现一个T字线 隔天出现一个残红线 所以这一天也可以当做一个多头 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那各位看到今天礼拜一跟上礼拜五 这两天呢指数刚好都来到了 军演那天的T字线的范围之内 代表说美股虽然在连续6天下跌过程里面 其实美股跌的也不算太轻 因为我记得上礼拜五它跌150点 是 本来大涨160点 后来尾盘收跌150点 高低价差高达300点的美股 那可是我们上礼拜五的台北股市在 这个小跌过程 今天还是一个持稳的状态 代表说这个控盘的 这个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希望盘把它稳在 均演当天的一个转折点上面 所以短线上来讲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今天量缩代表是买盘缩手 卖压也不重 大家在观察什么 观察礼拜二晚上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 那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美国股市在礼拜 因为今天是因为劳工节休市 如果没有休市的话 还是一样 要嘛是今天要嘛是礼拜二当天开盘的第一天的时候呢 在技术面上在日线图里面有机会做一个跌升的一个反转线 因为这个反转线其实市场是在期待的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 在大家看到美股大跌 可是台北股市却持稳 那持稳 第一个是期待美股出现所谓的技术性的反转线 是 第二个是国安基金在上个礼拜五 财政部有开会 那这个执行秘书有特别提到 各位看这样子卡 在这个联准会呢 这个鲍尔说出这个要升息的比较强硬的话语之后呢 那么引发了这次的下跌 但是因为国安基金还在场内 他并没有离场 所以在这个时刻 他跳出来讲话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护盘的动作并没有因为军演结束而结束 所以也就是说他涵盖了 所谓的联准会的这个升息的利空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回头看这个现行图 各位看现行图过程里面呢 他在这段前其实K线是粘在一起 它叫盘叠 那盘叠过程里面有两种方法让它止叠 第一个就是拉出一根象征性的残虹 直接拉上去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以一个大叠 来结束这段的盘叠 也就是以跌止跌的方式 以跌止跌 这个以跌止跌如果是大跌的话 就应该会跌破那个8月4号均演的低点 那这个低点各位如果你反过来思考的话 以从13928来到这次15475点这一波段的行情里面 如果你把它当成出生段 是 以普通理论来讲的话 这一半 这现行的下跌 你会当成第二段拉回 而第二段拉回通常会跌掉第一段涨幅的百分之60到80之间 也就几乎要跌光 而现行来看只跌到还不到一半 对 还不到一半 所以这个下跌 以这个多头格局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还算合理 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所以国安基金在上个礼拜讲话之后呢 他说护盘会有挑战性 那这个挑战性当然来自于联准会的一个压力 那不过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 9月初应该还会公告上月8月的CPI 是 就美国的CPI 只要这个数字 能够降的速度稍微快一点 那我想至少在9月20号FED升息 不会超过大家现在预期的3码以上 只要不会是3码以上 我不认为股市会崩跌 那在这前提下反而会有机会在这里 利用这个利空 大家在信心在淬炼的过程里面 浮现出所谓的这一波拉回的一个转折点 那各位再仔细看 现在这个图上有两条均线 一个是月线 一个是季线 那月线目前已经往下弯了 因为它扣底目前在15000点附近 可是各位注意到 这个季线的扣底呢 是在图的最左边 还在16000点左右 也就是说在未来 应该说一个将近两个礼拜吧 未来两周之内 只要这个大盘指数 能够符合回档 0.618到0.8的位置 而不去跌破13928点的话 它是有机会形成一个 第二波的一个回档 后面会诞生叫做一个类似一个主生段的长势 所以从图形技术性的条件去看的话 你可以从这样去做大胆假设 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去进一步要去探讨 美国公布的后续的经济数据 包括通膨数据 还有这个制造业指数和救援数据等等 是不是会引发这个FED更强烈的升息 还是缓和 从这个角度去回头判断 这个盘式是不是值得你现在去下手 这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从技术性角度来讲 既然说季线已经开始快速要往下扣底了 所以只要这一段期间 未来两周之内 指数压回的过程当中 就像Coco刚刚讲的 以盘待跌 我拖时间 我拖我拖我再拖 拖什么拖过两个礼拜 只要你不往下破14000点的整数关卡 那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让季线 由扣底高到扣底低 让季线由空翻多 那这个时候一旦季线由空翻多之后呢 那未来上涨幅度 就不会像这一波 一千多点就结束了 老师那这一波的话 我们是有需要避开电子股吗 因为毕竟它的杂印还是很多 像今天又出现了杂印啊 好 OK 这好问题 那我想今天大盘在Yahoo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一波Yahoo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过去在4月份 已经提到过 联准会在4月份 那时候已经很明白 开始要升息 升息过程里面 各位人家寻找是 只要你是非消费性的电子类股 你去找里面有机会的股票 是 消费性电子你尽量先避开 是 那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找 其实这次你看到 苹果 它这次的新的手机传出来有什么 有元宇宙概念 光学 OK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它有要连线卫星 是 那卫星是过去大家在前 这个乌克兰战争你可以发现 卫星其实有相当的功能在 每个国家其实都需要 所以在这个题材之下我想 卫星相关的 还有甚至元宇宙的 还有甚至于说汽车的 关键零组件 感应电子的零组件里面 目前还是缺货状态 所以还有包括在网通 以及工业电脑 这几个项目包括 我们回来讲HPC HPC拜登上礼拜传出要禁止 很高阶的HPC输入中国 避免它有制造武器的一个嫌疑 那这过程当中 那怎么去挑选 那这里面产生商机在哪里 我们稍后的节目会 跟大家做个说明 是 老师 但我刚刚想要问的就是 晶圆的 就是它的价格 报价是下跌的 但我们有需要避开一些 像是承受制程的相关的个股吗 承受制程的个股 其实应该早就该避开了 不是现在才避开 那其实承受制程来讲 其实这一次如果说 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话 那可能焦点要避开的是 所谓的载版 ABF 那ABF 各位如果说 您过去在六月份 有收看我们相关的节目的话 当时就有提醒各位 当时我记得新兴电子 在200块以上的时候 就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 杂安要小心了 那今天新兴电子跌的不到 应该是140附近 所以其实 产业趋势它不会是一天 发生的 它一定是有一个脉络可循 所以现阶段你看到 晶圆制程 晶圆片下跌 成熟制程这种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早就在三四月份 就已经在发生了 但今天又爆出来了 对 现在爆出来 其实这个爆出来 反过你想 欸 既然已经跌了一段 利空又来了 对 那这时候重点就来了 嗯 当你看到股价跌了一段 利空又出现 你这时候看股价 会不会去破底 哦 会不会创新低 会不会跌停板 如果不会创新低 不会跌停板 不会破底 利空这么大 那你要思考 会不会是跌完了 哦 跌完了 也叫做什么 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 所以其实 各位如果说 当你找不到利多的时候呢 你反而要利用利空 去测试 到底这里是不是跌不下去 如果是跌不下去 代表什么 该卖都卖光了 嗯 都已经到特定的手上了 所以这时候利空 反而会变成一个买点 会一个起上点 是 所以股价市场 各位在看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要逆向思考 而逆向思考的关键在于说 当你看到 听到什么消息的时候 股价有没有正面反应 是 还是逆向反应 嗯 那这时候你再回头思考 为什么是这样子 再从量价结构 以及这家公司的营收 获利去做评估 你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到底 会不会是利空下的买点 是好 老师那 其实这一波呢 买上来 或者是 其实内外资相比的话 内资其实比较厉害 但是投信已经连续 52天都买超台股 不过好像有一些个股 已经开始 由买转成卖了 我们今天呢 帮大家点出了几档个股 要请老师来帮大家解一解了 好 第一档呢 就是今天IC设计族群的代表 联发科了 好 那联发科 其实各位 从 你看股价图形 我们光从这个均价线 月线跟季线来看 都正在往下走跌 那也没有黄金交叉现象 所以这图形来看 其实是比较偏空的个股 但今天表现亮丽 我想应该是国安基金琢磨 应该是有所关系 毕竟它是 非常重要的台湾的 算是No.1的IC设计股 是 所以这档个股 也是全球排名前五大的 所以这个股票 在所谓的大型的法人 或者是互盘过程里面 应该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档个股 只不过 在趋势上来看 它还在企图盘底 各位看到这波涨幅 虽然不大 但是它压回来 并没有直接去破前波低跌597块钱 而今天做个直稳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看大盘一样 你把它当成仕途盘底 因为联发科你可以看到 其实公司派最近这半年来 推出了相当多的新产品 包括率先发表WiFi 7 就新的规格 后来Intel跟着发表了 OK 再来就是它也说 苹果说它会手机上卫星 华为也说我也上卫星了 手机上卫星了 联发科也说我也有了 OK 代表说联发科在这时候 研发的速度 完全不输给全球第一大厂 所以在这过程 不断放利多过程 你可以感受得到 联发科公司本身对公司营运 相当的气途性强烈 所以这家公司我认为是 目前来讲就是 一开始Coco所讲的 以盘代跌 你现在不见得要去买 但你等它的股价 跟它的均线 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的时候 你再考虑就可以了 那如果现在有持有联发科的 我们要跟着投信一起跑吗 从投信 其实我刚回到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联发科早在三月份 就传出对岸的消费不佳 一路从千元股价跌到现在为止 那来到这里投信在卖 其实股价已经跌一大段 而且出货全息了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还有这样个股 你只要观察到重点 有没有明显去跌破前波低点 好 那跌破前波基点是不是带量 或者不带量 你从这个去判断 这样了解 了解 那我们就以前波低点来做观察 那下一档是在南电 老师上个礼拜的其他两档ABF宅板 跌的很凶 反而它没有到跌停板 OK 所以南电我想它是三档ABF宅板里面 像股价最高 其实业绩也相当好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次在上礼拜四 在传出利空消息之下 三档股票几乎都大跌 甚至是景硕还打入跌停板 是 那南电并没有 那甚至说它连前波低点 228.5都没有跌破 而另外两档就像您刚所说 不管星星或者景硕 全部都破底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 南电在同样利空下 居然没有破新低点 虽然投信在卖 那你就思考了问题 既然投信在卖 股价又不跌 那你就查 有没有外资在买 资金商在买 还是说融资也在卖 是不是被中石物买走了 你从这个角度去判断 这个地方是不是以企图在打底 所以从这个角度那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季线跟均价线 目前正产生黄金交叉 而这黄金交叉通常 它会出现反弹 一般你股价在黄金交叉上远的时候 黄金交叉会是会回挡 可是它现在股价在下远 它会先做反弹 弹起来你特别注意到 它这个季线位置 能不能直接一个红线突破 如果突破的话 它这个有点 可以确定初步的底部形态 如果过不去 你就把它当跌正反弹 短线逢高线减 压回你再看测试低档 前波低点不破的时候 你再去留意是不是出现打底的形态 好 那这是南店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下一档是华通 好 那华通这个档股票 我想投信也在卖 其实它卖的张数其实没有特别多 如果你相对它过去 在买超张数来看的话 所以这两个股它卖超虽卖超 但是股价还是一个原则 各位注意到 它在前波低点 是不是也出现一个长黑棒 带大量 那个点没有跌破之前 我想短线把它当成一个修正坡 就可以 还不至于翻空 好 那来看一下下一档是华汉 好 华汉这两个股呢 各位注意到 投信其实从这次大概8月上旬 大买超之后呢就呈现调节状态 而且股价已经快要跌到 它原始的买超的起账点 代表什么 投信买进去市场认同度很低啊 所以它发现没有人跟啊 它是工业电脑呢 对它做ITO的物联网的一个比例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虽然是它在热门产业里面 可是投信你可以从买卖超可以看到 投信花了连续5-6天 买到创新高价250 可是它可能发现到没有人跟 没人跟之后你看隔壁一出就一根藏黑 然后盘整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又一个跳空下沙 代表什么 它是市场认同度低的个股 所以这种个股如果是我有持股的话 我会考虑啊也减嘛 也减嘛是不是 提醒大家啰 来看一下下一个是环球金 好 那环球金的部分我想 这两个股它是属于这个 所谓的晶元片的部分 包括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次股价跌幅也满深的 这个从它之前要并购 并购一家德国的厂失败之后呢 那么一路下跌 那随着刚才有提到了 这个成熟制成的晶元片股 这个价格报价在跌的过程里面 其实对于这类的类股来讲 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这种个股基本上 以产业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是观望会比较适当 那至于投信在卖的过程里面 如果是我的投资组合的话 我会考虑先站在卖方 因为什么 你可以把钱摆在更好的投资标的上面 是老师今天呢 以技术面还有基本面 都帮我们讲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的策略如何呢 看我们节目就可以知道了 那另外呢 今天热门的族群就是在升级股了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 有整理出来为大家来做一篇的报导 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六点半 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始小铃铛 荧幕上也有老师的Lite 欢迎大家呢 都可以加入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若是对于今天以上任何的内容 有什么不了解的人想要询问老师 都欢迎大家可以私讯老师咯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好谢谢Coco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 拜拜 拜拜